前阵子我刷到了一条评论 是这样说的 你可真是 当代温同和 当时我就老脸一红 狂喜中带着一丝惶恐 惶恐中又有几分不敢置信 温同和大清状元 两代帝师三朝重臣 清流领袖 地党和亲 以宫中体国 刚正不阿为名 历史著名冤案 杨买武与小白菜案 就是温同和给招学的 但于某人我 虽然常被人夸 长得像于温乐 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一看 这条评论 出现在我关于李鸿章的视频底下 于是我瞬间醒悟 这人说的 他是走向共和里的温同和 顽固守旧 愚昧保守 满脑子 只有权势名利 甲武战争时 作为光绪帝师的他 清帅主战 却又以户部尚书的身份 苛扣北洋军费 致使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装备落后 弹药不足 最后 他在戊戌变法中 同时得罪慈禧和光绪皇帝 被拔出回家 所以 说我是当代温同和 是因为我贬低了李中堂 指责我误国误民 虽然依然感觉 太过抬拒我余某人 但我还是必须要说 如果李鸿章 是电视剧走向共和 洗得最白的一个人 那么 站在队里面的温同和温师傅 就是被电视剧 黑得最惨的那个 温同和与李鸿章 视同水火 这是史实 但原因 并非是温同和顽固守旧 而李鸿章润意革新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温同和 中国最后一个 与传统儒家世大副身份 担任宰相的人 如果一个人 念书考试求职就业 全部顶尖 那么我们会说 他是爽文男主 温同和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以他为蓝本 写出来的爽文 一定不会好看 因为爽文男主 也得经历起伏 才能有冲突 才能有逆袭 才能有爽点 而温同和 在他68岁 被勒令退休之前 在他生命90%的时光里 他的人生 只有起 没有福 1830年 温同和出生在 北京内城 石驸马大街 他的父亲温新存 是汉林院市长 从四平的官 听着不算显赫 但此时的他 不过40岁 再过几年 他会先后担任 公部刑部 立部兵部 户部双书 去世后 以体人格大学士身份 入室了 打清贤良词 温新存本以为 自己算是把温家 带到了顶峰 儿子能在他的庇护下 安安稳稳 当个寻常官 维持住 家风家业 这挺好 他没想到的是 无论是考试 还是当官 他儿子都能 把他拍在沙滩上 15岁 温同和考中秀才 然后接连 在拔共识 与共识中夺魁 或许是泰飘 23岁 温同和会识落榜 但他调整了一下心态 三年后再考了一次 从明落孙山 考成了状元基地 同一年 他爹温新存 调任户部上书 升携办大学士 潮中有跌 外加坐体水平确实高 温同和的仕途急顺 进入汉林院才两年 他就唠叨了 去西安主持陕西乡市的好事 然后刘省 被任命为学政 主管全省教育工作 而现在的教育听不同 温同和的这个学政 既是清差 又是汉林 论权势 可以和都府平起平坐 但温同和还嫌不满 以腿脚不好为名 打报告回了北京 然后先后在文渊阁 石路馆 与汉林院上班 还担任过日奖起居驻官 同志四年 温同和获得了 洪德殿行走的任命 这是打清皇帝读书的地方 35岁的温同和 成为了同志皇帝的帝师 工作之余 温同和还经常去冒情殿 给两宫太后讲书 从画像来看 温师傅老了以后 一茶白胡 不怒自威 年轻时也是细皮嫩肉 很受太后们的喜爱 1874年 同志暴毕 温同和以帝师身份 联合军机大臣 李红枣立刻上奏 请求两宫太后照旧训政 这份奏折获得了包括 宫亲王一心在内 大批宗亲与众臣的联名 让慈禧得以名震延胜地 继续掌权 而作为回报 温同和被慈禧任命为 玉清宫行走 去那里交出 住在玉清宫的人 叫爱新觉罗 在田 是刚刚奔机的光绪皇帝 流水的大清皇帝 铁打的帝师温同和 根据当时的人记录 15年的光绪 因为远离亲生父母 所以对温同和极其依恋 经常躺在温同和怀里 扯着他的大胡子玩 在光绪看来 如师如妇的温同和 在光绪朝大红大紫 当了6年公部上书 13年户部上书 尽管领班军机大臣的头衔 在公亲王一心手上 但所有人都知道 公王爷早就被老佛爷玩坏了 军机处怎么办 温师傅说了算 虽然无宰相之名 却有宰相之识 在中央权力 日益被爱新觉罗宗亲把控 汉人官员被排挤的晚清 温同和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 以传统儒家士大夫身份 担任首辅的人 温同和在走向共和里的高光时刻 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李鸿章奏请户部拨款 给北洋水师更新换代 但却被户部上书温同和拒绝 表面原因冠冕堂皇 实际是害怕李鸿章救世做大 北洋失控失效 进军机抢他位置失大 走向共和里的这个温同和 在甲午战争中误国误军误己 但历史上的温同和 并非是一个顽固守旧不知世事的人 温同和虽然八谷做得极好 但读书没把脑袋毒死 跟汉林院出生的同僚们比起来 温同和称得上是个精明强弹 思想开明的人 1873年浙江渔航县 一个叫葛品连的普通百姓 不敢分寒 欧毙 驾葬前 他的亲人发现葛品连尸体发青 口鼻流血 怀疑他是中毒死的 于是向知县刘西同报案 在一个不专业武作 一个年老糊涂知县 外加几个黄瑶爱好者的 共同努力下 葛品连的变故 变成了一场谋杀 葛品连妻子毕事 与房东杨乃武偷情 然后毒杀了葛品连 依靠驱打陈昭 这个办案小妙招 肩夫淫妇很快 就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 尽管申报的媒体 经过反复报道 成功将这桩冤案 炒成了全国大新闻 但从浙江到京城 所有官员都在层层包庇 官官相护 这就是著名的 杨乃武与小白插案 周星驰的九品石马官 故事的原型 刑部侍郎温同和 得知此事后 立刻下令彻查 但重审时 浙江官员依旧不肯翻案 于是温同和直接去找了慈禧 由刑部和大理寺 亲自派人重审 一桩冤案 最终才昭学 温同和此举 是在对抗整个大秦官僚系统 翻案后 大把官员抗议 出了冤案 犯人放了可以 但涉案官员不能处罚 四川都府丁宝珍 还大闹刑部 说如果翻案 那么以后就没人敢做官了 但温同和坚持 世王法就必须要延办 光绪五年 温同和当上了刑部上述 他以杨乃武案为经验 发起了四项司法系统改革 首先严格明确 对疑犯的用刑标准 其次 办案以实物证据为先 不可听信口供 然后不得拖延办案 不得随意积压证人 降低疑犯自证 与证人作证的时间成本 最后 有冤假错案 必须重审纠正 犯错的官员 必须处罚 当年你们不是说 处罚审案犯错的官员 没有成立 不好处理吗 现在有了 我定的 如果说温同和 在刑部的工作 还只是一个 传统优秀 儒家官僚的做派 那么在维新变法这事上 温同和可以说是 已经部分 跳出了阶级的局限性 温同和日记 被称为晚听四大日记之首 史料价值极高 翻翻他的日记 就能看出 他思想变化的轨迹 一开始 他也张口闭口 就是英吉利费兰西 但两次鸦片战争的 惨痛教训 渐渐让他醒悟了过来 教科书上 盛赞未原的那句 诗仪长记忆质疑 但清朝 能够做到这句话的人极少 其实现在也是 天朝上锅 被看不起的遗人 暴揍了一顿 还要学习人家 要承认 彻底不辱人家 很难的 只有找找借口 骗骗自己 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温同和开始 积极和左宗棠 曾继泽 李鸿章 等洋务派官员交流 从他的日记来看 他先后阅读过 海国图治 日本明治辩证考 俄国 彼得大帝辩证记 等书籍 还托人订阅了 上海的报纸来看 他的日记里 也常常提到国际大使 记录过 欧洲人用青气球打仗 他的日记也能充分证明 这不是一个 抱着祖宗成法 不可变的老顽固 他清晰地明白 大清正处于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不但是最早 向光绪宣传 变法思想的人 还亲自拜访过 康有为 将他介绍给了光绪帝 所以温同和 不但能够睁眼看世界 也认可 非变法 不足以强中国 因此 当温同和 与李鸿章 站在对立面的时候 他们身上的标签 并非是保守派 与洋务派 而是主战派 作为清流领袖 鲁家士大夫 捍卫朝廷体面 维护朝共体系 可杀不可辱 是温同和的根本立场 而李鸿章 虽然也是青年进士 但他在汉林院 苦熬了十年不得知 最后 不惜下海 带兵去镇压 太平天国运动才出头 被人骂使 汉林变陆林 尽管也算是 为朝廷尽忠 但这也足以体现说 李鸿章 是个实际主义者 想得非常透彻 升官发财最重要 清明卖不了二两千 而天下藏身国家利益 那更是狗批 所以李鸿章一贯是 能和谈 坚决不打仗 能以土地换和平 坚决不多比比 从1871年 中亚浩瀚韩国军阀 阿古白 自称是执掌好运的 黄黑之王 入侵新疆开始 温同和 就和主张放弃新疆的 李鸿章杠了起来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 从后和俄国签订了 极度丧权辱国的 李鸿章条约 李鸿章说 钱都钱了 算了 但温同和又亲自跑去 面见两宫太后抗议 然后亲自去找 俄国人重新签约 1883年 围绕越南藩鼠问题 中法战争爆发 李鸿章试图卖掉 抗击法国的黑旗军 作为和谈资本 而温同和 不但大力保下了 黑旗军将领刘永福 还加派两广正规军 与黑旗军一起 抗击法国侵猎者 甲午战争爆发前 李鸿章坚称 北洋水师装备落后 拒绝开战 但这在温同和看来就离谱 甲午海战的导火线 是1894年的朝鲜内乱 事发时 大清驻朝鲜通商大使 兼朝鲜国王袁世凯 是你李鸿章的人 日本出兵干涉后 带兵去朝鲜的叶直超 也是你李鸿章怀军的人 结果日本攻占了平壤 大清丢掉了朝鲜 自打曾国藩去世 乡军衰败后 打清能用的兵 几乎全是怀军故旧 你李鸿章还耗资千万 打造了北洋水师 号称亚洲最强 结果现在却不愿意战 你这到底是不能打呀 还是不肯打 要是不能打 朝廷出银子给你打水漂玩吗 要是不肯 那你这是保存实力 想干什么 佣兵自重 你要像岳飞那样抗金就算了 关键抗金看不见 就看见你吞金了 作为主战派 温同和没有理由 去苛扣北洋水师的合理经费 而更关键的是 他虽然是互不上书 但北洋舰队的经费 根本不归他管 1885年10月 大清海军衙门开张大吉 从此海防经费 与北洋常年经费 就不再经户部之首 而在海军衙门成立的第二年 温同和才从公布 调港去了户部 只有朝廷特别下旨 要给北洋筹拨特别经费 户部才会插手 而这些经费 户部有非常清晰的记录 查 北洋历次报部销案 多予力上为辅 一经奏请 军系照案和销 也就是说 李鸿章找户部报销的 北洋特别经费 大多不合规矩 但温同和全部报销了 甲午战争爆发前 李鸿章紧急上奏 请求拨款300万两 让他招募新兵 这笔经费 由户部与海军衙门 共同想办法 海军衙门的答复是 北洋在银行 有存款260万 是留着深利息的 不如拿出150万来 但大额提现 要时间 我们加紧办理 保证半年左右 先给你取出18万来 而温同和截止后 立刻拨出库银100万两 就从长茹延场 与东海关税 抽出8万 加上山东本地的 地定营42万 凑足了150万两 给李鸿章 有种说法 是温同和扣下了 北洋经费 给慈禧喝寿 但事实上 作为光绪帝师 地档头目 温同和对拍老佛 也马屁兴趣不大 大寿前 他引用了慈禧四年前 拒绝百官 上贡物品的意志 要求慈禧从简过寿 要到拒绝后 才匆匆进贡了 九柄玉如意 与九匹绸缎 花了500两银子 而被慈禧 视为心腹的李鸿章 积极筹备报效盈 上贡了10万两 给慈禧 走向共和中 温同和不让北洋 更新装备 也并非是凭空下边 1887年 黄和在郑州决堤 善后经费 需要600万 户部经费不足 于是慈禧下令 停止海房捐 改开了郑州捐 这个捐 就是呼吁有钱人捐款 大清卖官给你 海房捐 是李鸿章请求开办的 收入主要就是 充当北洋经费 所以停办海房捐 李鸿章非常不满 而两年后 温同和又再次上奏 说郑州捐收入不到400万 但户部已经为此 垫付了1200万 超之800万 所以请求暂停 各省军队 布置新军械 为期两年 这其中 当然也包括了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温同和被电视剧 黑成锅底 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出于 戏剧冲突的需求 偶像共和的导演张黎 曾在采访中表示 他给这部电视剧 定下的主题 就是找出路 突出的是 各个阶级 各个派系 都在谋求出路 而除了孙先生外 都因为各自的 局限性失败了 也就是电视剧中 李鸿章最著名的那句话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慈禧与李鸿章 是晚清统治者 与洋务派的两大影秀 自然被选中 成为了蜻蜓中 找出路的代表 而戏剧需要冲突 需要对抗 既然传统历史叙事中的 反面角色李鸿章 录了正点 变成了主角 那么唯一一个 能够在中央 与他对抗的温同和 就当仁不让的 成了反面角色 反正选温同和 当反面角色 没有人会对此不满 因为温师傅 在活着的时候 就是一个 被所有势力 所厌弃的人物 维新变法能够实施 温同和处理极大 他与康有为 梁启朝等人 也有过一段蜜月期 但康有为为了宣传变法 撰写的 新学伪经考 与孔子改制考 都是典型的 先有结论 再凑论据 纯纯的全是暴论 学术上不讲究就算了 还极大冲击了 传统辱家学说 温同和虽然支持变法 但他作为咸丰朝的状元 同治光绪两代帝时 也肩负着 传承辱学文脉的责任 所以渐渐和康有为 保持了距离 同时 他又在外交礼节上 维持着保守的态度 希望维持住 天朝上国的体面 这极大触怒了 锐意革新的光绪 比如 光绪想准许 外国使臣的车马 直入进门 但温同和和光绪 大吵了一架 死活就是不同意 要知道 赏子进城骑马 这在大秦是极高荣誉 温同和就有这项特权 1898年4月 温同和亲自起草了 明定国事兆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戊虚变法 然后光绪就以 揽拳狂背为由 将自己的老师罢处 有人说戊虚变法刚开始 帝党领袖温同和就垮台 这是慈禧警告光绪 但根据社科院博导 杨天使老先生的考据 温同和的倒台 是光绪自己的意志 被慈禧与温同和 两座大山压制了 数年的年轻皇帝 在康有为梁启超 左一口圣天子 又一口真明君的吹捧下 光绪膨胀且逆反了 而想要大刀阔斧 推进改革的他 也认为四平八王的温同和 阻碍了变法 所以在接连几次争执之后 光绪突然下地 赶走了自己的老师 从温同和日记来看 他对自己倒台这事 毫无心理准备 被罢处的当天还入朝办公 随后跟同事一起 想进攻见皇帝 但只有同事被太监传入 而他在门口独自看雨 接到圣旨后 才知道这是光绪故意不见 第二天温同和按照惯例 调向皇帝谢恩 他在宫门外 见到了皇帝御驾 他跪下扣手 而这个 他一手培育出来的皇帝 回头看了他一眼 却一言不发 只是在当天傍晚 命令南书房太监 给他送了些赏赐 显然 年轻的光绪在激进变法之外 对自己的老师还有些感情 被赶回老家后不久 温同和就得到了 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被囚禁的消息 而此前因为不够违心 被皇帝赶走的温同和 在刚一等守旧派口中 又变成了康党 说他历程变法 密保康有为要抓他 下了温同和连夜修改日记 删掉了很多 他和康有为交往的经历 若不是他已经被光绪 以保守派的名义赶走 他很可能逃不过这劫 泛海浮沉几十年 温同和成功混成了 所有人都讨厌的模样 但他不得不如此 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帝国 坚持了整整70年才彻底断气 时间长度相当于 新中国成立到流浪地球上映 但在这个200年王朝的内部 是盘根错节 且愈演愈烈的地后矛盾 新旧矛盾 中外矛盾 满汉矛盾 地狱矛盾等等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 只有选择一个极端的立场 才有可能被其中一方接纳 视为自己人 获得他们的支持 左宗棠 当之洞这样 久任地方的封疆大理 都不愿意进入军机 就是不想进入矛盾的中心 而想稳居中央 一离不倒 就只能要么像 纯亲王易轩 公亲王易兴等人 闭上眼睛 当个活死人 要么就像 亲亲王易匡这样 以捞钱揽权为己任 用金钱和所有人做朋友 温同和却想要各方兼顾 唯心要高 圣人之言也不能变 皇帝要亲政 老佛爷的态度也很重要 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偿所愿 那么大清忠心 再续百年不是梦想 他温同和也能名吹千古 比肩甚至超越诸葛亮 但温同和是心有余 而力远远不足 他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大清几乎所有重大失误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越爬越高 一度权倾朝野 但无论是变法还是守旧 他都是空有目标 而无执行方略 空有愿景 而无践行能力 很多人说 李鸿章是大清表胡将 但温同和才撑得上这个头衔 他举着刷子到处抹枪 但是想要推掉这面枪重建的人 嫌温同和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 而对这面枪表示满意 啥都不想干的人 又讨厌温同和把墙刷坏了 于是顺风顺水了 大半辈子的温同和 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悲剧 活着被人讨厌 死了还要被咒骂 在他被罢出的两年后 庚子国变爆发 八国联金冲进北京城 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跑路 随后李鸿章代表大清 签订了新筹条约 又过了四年日俄战争爆发 在大清上上下下高喊着 密宪强国的浪潮中 74岁的温同和刻然尝试 结束了自己虎头鼠尾的一生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 也可以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